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的名字就是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眼 他的这句话呢,不太好理解啊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边 就是我们给他一句话 或者一组词吧 就是来描述你这句话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个下面呢,他会根据你这个 画里面描述的场景啊 然后就生成一个对应的视频 大家看这边花在盛开 那么他这边的话呢,就是这个 发雷过渡 这边呢,也是啊 豆芽,然后发芽 那么这边的话,他的一个视频 确实也是一个豆芽发芽的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效果 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这个下面呢,是一个对比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视频是这样的 其他家的视频是这样的 反正就是我们加的比较好啊 其他家的相对来说要差一些 这是一个对比 那么下面这几个实例呢 是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项目里面去使用的 我们直接造操 当然大家想生成自己的这个视频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他这种 写提示词的这种方法 这边呢,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链接 这个链接意思就是说 他这边给的这个词呢 不全 我们需要,如果说你想用的话 那么需要点这个地方 然后去拿一个 要全的一个提示词 那么这边我打开了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提示词 这个待会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下 好,其他就不看了啊 没什么意思 就是一些说明 然后我们直接看项目怎么使用 那么这边是我们的项目要说包 是1.9G 那么实际上是12G 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把它的模型 把它拆出来了 然后这里面有三个模型 是官方要求的下载的 还有两个模型呢 是我自己机器上的大模型 然后我拿过来测试了一下 那么如果只是官方的模型 加起来差不多8个多G吧 所以这个模型比较大啊 所以我就把这部分模型 我没有带进去 这个大家自己下载 那么怎么下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文件夹是它放模型的地方 这个第一个和第三个文件夹 这里面的模型我没有动 这两个模型大家不要挂 然后我们需要下载的是 这个中间这个文件夹的模型 这里面是空的 这里面原来是应该有三个模型 这个模型在哪呢 大家看这边 这个文件夹里面 点进来 然后第二个 编辑 大家看这边 那么这边呢 它给了我们三个链接 这边是这样的 这个链接啊 下面还有两个 那么我们怎么下载呢 把这个链接复制下来就可以 那我们再复制一下 复制下来 然后在这个浏览信里直接回车 那么这个模型就开始下载了 大家看 所以这边呢 其实这个下载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个剩下的这两个模型 也是同样的方法 所以说这个因为特别好下 而且呢体积又大 所以这边你没有给大家打到压缩包里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下载 千万了解一下 然后呢 这边这个模型啊 这个模型你可以用那个三个链接去下载 然后同样也可以拿你机器上的大模型 我刚才试了一下 就是你拿那个其他的大模型拿过来用 同样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下载的话 直接从你机器上找就行 如果大家有的话 好 这是这个模型的问题啊 然后呃 我把这个模型烤进来 我刚才为了演示把它放到外面去 那么这个 这样啊 大家把你的模型放过来就行了 我再看下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是我 我刚才做的一个实例啊 大家看一下 这是这个花朵在开放 这我还凑合吧 然后我们看怎么使用 这边我们直接点一个启动就可以 这样啊 就打开了 那么这边呢 有一个地址 点一下 这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使用界面 大家可以看 我这边稍微做了一下哈话 方便大家使用 那么这边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选择模型 这是刚才 我放进去的五个模型 有三个是 本来官方的 实际上两个是我自己去计算的 我们选哪个呢 就这个根据我们的配置来 因为它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模型有的是三个多G啊 有的是四个多G 那么如果你配置不是很够的话 建议你这边模型选择这种小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选这个小一点的 这个模型比较小 比较98G 那么我们就选这个 这个模型比较小 然后这边呢 我们需要提示词 它这边这个模型的话 只有一个 这个大家就去 我们去改就行了 然后我们来选这个提示词 因为提示词呢 我们选一个 就用这个吧 冰块正在融化这一件事啊 所以我们这个 啊这个 把它贴过来 那么这个就不用动了 保证是这样就可以 然后下面这个 呃是这样啊 如果大家的显存 小于这个12G显存的话 那么这边我建议你选256 把它拉到最小 如果大家是16G显存的话 那么这边你随意啊 实际上从严格来说 这个项目应该是16G显存 才能跑得动 我之前为了我这个经济上的跑起来 稍微对代码进行了一点点修改 然后呢 现在再加上这边调到256 那么我们12G也是可以跑起来的 但是还是有点慢 但是这个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就行了 这个就不要动了 呃 那么它冰块 它没有给那个值吧 没有给啊 没有给我们就不用了 这边就负一 大家看下面这个例子呢 它给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如果大家想使用的话 那么这边它是给了一个这个值的 那么这个值呢可以保证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值 就负一就可以了 好 这样 其他就不用改了 直接点生成 那么这边我们直接看结果就行了 这个速度确实有点骂 这个大家需要稍等 如果大家没有12G显存的话 那么你可以使用在线的这个地址 那么它这边有个 有个在线的一个地址 在哪呢 在这儿啊 第一个 我们可以打开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边去玩一下这个效果啊 跟你本集下载是一样的 使用方法一样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这玩 好 因为时间没有长啊 这边我就直接跳过了 等一下我们直接看结果 好 这边跑完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最终的结果 这个是它给我们的视频 这个冰块融化的效果 其实还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随机总的 所以出来的效果呢 可能不如它官网上给的那个效果那么完美 当然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下面是它的一些属性 这个是它刚才的这个 随机总的那个数值 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大家喜欢某一个视频 那你一定要把它保存下来 点这边的一个下载 把它存到另一个地方 如果你不存的话 那么它会取代掉原来的 大家看这个是它生成的这个视频啊 就是说假如你没有保存 然后你这边呢 又开始做下一个视频 那么生成的视频呢 会把现在这个视频去顶掉 会把这些这个视频替换掉 那么这样的话 你可能你那个 你喜欢的视频可能就没有了 这个大家需要了解一下 其他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下载下来体验一下 如果你是16G的话 那么可以跑得很溜 如果是12G的话 那么这边 千万要改成256 如果你不改的话 那么那个512的数值呢 也能跑 就是太慢了 得一个多小时 跑一个视频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现在这个视频呢 它只有两秒钟 因为它这个官方这边 没有开放更多的这个视频长度 所以我们暂时呢 生成的这个视频秒数 只有两秒钟 这个大家了解还是得行 其他如果说大家的显存 小于12G 那么你可以不用下载 大家从这个官网这边 它比如在线地址嘛 你就从这边体验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说的所有的内容 大家拜拜 这个视频 就是这里 这个视频 到这边 我们就可以了解 我们就能够 完成了 就是这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